大家好朋友们 20点36分了 2月19号 礼拜六 2022年 给大家看看啊 其实任何一个 妇女儿童拐卖 对一个家人来说 就是灭顶之灾 希望大家能够 去持续关注 点赞分享转发 徐州封县 八孩妈妈被拐卖时间 有 他其实已经上了很多天了 相信我们的 我们的关注 会给当地的政府 一定的压力 还原真相 解救这些被拐卖的 妇女儿童 谢谢大家 今天是徐州 八孩妈妈被拐卖 很有可能 哪一天是我们的亲人 朋友 甚至我们的家人 被拐卖 其实任何一个 妇女儿童拐卖 对一个家人来说 就是灭顶之灾 希望大家能够 去持续关注 点赞分享转发 徐州封县 八孩妈妈被拐卖时间 这是在上海 在上海的一个地铁上 一个小伙子 我听这口音 好像不是 那种典型的上海味啊 也许就是一个互飘 互飘啊 这个听不出他哪的人来 听不出来啊 有人在评论说 最近出来不少男子汉了 前两天湖南岳阳吧 有十个左右的人站出来 声援这个徐州铁链女 其中大概一半是男性 一半是女性啊 说艺术家啊 行为艺术家 说一开始爆出这个新闻的 也是一个男士 对那个人好像就是封县 本地人啊 说有几位女士 去探望并声援 那个苦命的李颖了 还有女人举牌抗议 说强国流行洗脑鸡汤 要远离负能量的人 什么叫负能量啊 你说两句真话 你要主持公道 你要追求正义 这就叫负能量啊 说我他妈一枚阴暗啊 二枚 一枚阴暗他妈 二枚阴暗他老婆 三枚阴暗他女儿 我不发表爱国爱党的言论 就成负能量了 就心里阴暗了 在强国 你就别想明明白白的活着 中国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 有一批奴才 还有一批模糊焦点洗地的啊 有这个带路党 不叫带路党 叫什么 带风向的 有一批带风向的啊 一批拿钱的五毛 还有一批傻逼自干五 lock 担心 检查 しい